嗨,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周元森好 今天來跟大家討論這個 因為今天客人五六組有點累 今天來跟大家講這個 今天一起床的美國客人 因為美國的晚上是我們台灣的白天嘛 所以他今天一起床他就訊息來了 他很緊張 這個巴克拉的皇家藍寶石 已經包好我不想再拆開了 Intense Royal Blue GIS的證書 他已經就是做好要寄出了 然後客人就說 等一下不要借啊,美國那麼遠等一下 那不有問題 什麼問題啊,你跟我講 我剛剛畫畫畫的太醜了 畫的比較正常的應該是這一咖 他說他的石頭覺得太浮了 石頭太浮出來了 那首先呢,我們今天就先來了解一下 我們珠寶跟鑽石他的一個精工的一個 我上次就有拍片跟大家講 太浮還是怎樣的嘛 那部影片剪片是給我剪了一個月 我到現在還沒上手,沒關係 那我就先 我這裡再做一步 例第二步 就是跟大家更詳細的做一個解釋 我們先從珠寶講起吧 珠寶鑽石 我們這個叫什麼 中間有一條平行線 中間的平行線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腰 就是我的腰 腰圍 非常的細小 非常的細小 那鑽石最基本 上面那個叫做灌部 頭頂的灌部 他上部 這個叫下部位 一個上一個下 中間一個腰 那在我們今天 在我們珠寶裡面呢 紅藍寶裡面呢 就絕對不是長這樣了 紅藍寶裡面有的是 橢圓的啦 方形的啦 亂七八糟的啦 或什麼的啦 他甚至他 甚至一個 今天一顆藍寶石 他們藍寶石 最常見的形狀是什麼 藍寶石最常見 最多人喜歡的 offer cut 有時候會長這樣 藍寶石 這個就是上 這個就是下 藍寶石跟紅寶石 很多都是長這樣子 那如果說他們是尖底收尾 像這樣的鑽石 這裡有沒有 下面尖尖的 尖底收尾 那通常會比較漂亮一點點 這個小秘密跟你們講 是不是秘密 就是秘密 說的是秘密 你還問 那我現在不管了 反正簡單講就是 紅藍寶祖母律 紅藍寶祖母律 紅藍寶 他們就是 不可能跟鑽石長的一樣的 大部分 很少鑽石車工的 所以說 我們今天要馬上進入 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今天的主題就是 到底 戒指做好以後 我們該裸露出來的是哪一個部分 好 OK 那我們來探討了 我們用紅色的筆出來 來 幫我放大一下 不用照我的臉 沒關係 我們從中間的腰圍以上 就是一顆珠寶鑽石最美麗的地方 也就是它的上半部 上半部 這肯定是要裸露出來的 你要是不裸露出來 你今天做這戒指幹什麼的 所以這個戒指的上半部 這肯定要裸露出來的 好 那你今天爪子就在這裡 我畫一個箭頭 爪子就在這裡 好 爪子也沒問題 不要太高不要太低 就沒問題 那現在客人現在問我的 美國客人他就說 請問一下 它裸露的一個部分 是要從哪裡開始裸露 我們腰圍的正下方 正確來說 腰圍的正下方的一些 這裡要裸露出來 這才是對的 這裡這條線以上 也要裸露才是對的 來我們看一下 看這裡 來看我的人 好 看我的人 我們的爪子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正常的一個裸露 是要從它腰圍下面的 一小部分開始裸露 這樣才是對的 等於說我們今天 我們在做戒指的話 這腰圍以下一點點 是要露出來的 問題來了 今天假如它露很多 它從這裡就開始露了 不好看嘛 露那麼多 誰要看你屁股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說 露很少 露很少 誰露很少 就是這樣子露很少 也不好看 為什麼 因為你會覺得說 這顆鑽石怎麼沉到那個戒指裡面去了 所以像這個露的多還露的少 以我們這種講法 這露太多了 你看 它露那麼多 它灌布也才5公分 它下面就露了8公分了 對啊 所以露太多也不好 露太少也不好 最棒最正確的做法 就是到這裡啦 就是它的底座 我們這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片 我這裡有畫一個底座嘛 底座就是鑲到那裡就好了 就是我剛剛這裡 這鳥線這樣接近 腰圍著下來一點點就對了 客人就舉手了 客人就說 錯 周老闆人家 不對 最好是 腰圍以下 全部都不要露出來 我們就露那個頭面就好了 那它這個就是有一個誤區啦 那也有一個誤解啦 什麼誤解呢 因為它今天傳的是一個黃色的鑽石 其實我們在聰明的人 在我們彩色鑽石裡面 你們都有一個購買 你們就會發現 還真的像他所說的 所有的珠寶 都沉下去了 所有的彩色鑽石 都會沉到戒指裡面去 來看一下這個我們的一個 一顆拉丹鑽石也是沉下去 你們就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多鑽石都沉下去 因為 現在的鑽石 都有包模技術 現在的鑽石 不只是它的戒指上面 底座有電鍍 它的鑽石的上面也是有電鍍 哪裡勒 就是這個鑽石的上面 這個屁股這裡有電鍍 所以我只是舉例來說 今天假如它是一顆紅鑽 紅鑽很淡的紅鑽 那它上面假如是淺紅色的 那下面呢 我用顏值筆 我給它電鍍成深紅色的 上面淺紅下面深紅 欸 啊這樣子 它的腰圍下面這樣露出來 你就發現了嘛 你馬上說 老闆你這個怎麼上面是淺紅色 下面是深紅色的啊 你就很丟臉嘛 所以現在全世界的彩色鑽石 它們電鍍好了以後 它們絕對包到你看不到為止 它們絕對給你包得滿滿滿的 然後我給你包大人這樣包起來 你絕對是看不到這個腰圍以下 腰圍以下你全部看不到 所以彩色鑽石 就是因為這幾年有了這個電鍍的技術 就是它要包它的腰圍以下 所以 現在它們都會做到腰圍中間 所以你不要拿彩色鑽石 來跟珠寶紅藍寶去做一個比較 然後其實正確 它本來就是要裸露出來一點比較好看 但偏偏現在彩色鑽石 因為它們現在太貴了嘛 然後等級又不到 所以現在才會發明這電鍍技術 所以你們再更聰明一點的人 你們又會發現 彩色鑽石 它旁邊一定會鑲了一堆鑽 好漂亮啊 怎麼一圈鑽 兩圈鑽 三圈鑽 有沒有看到現在彩色鑽石 的戒指 喔!一個比一個漂亮 好像客人剛剛走 我已經收起來了 一個比一個漂亮 為什麼 因為 它們這樣子包起來很白癡 來看一下我的影片 這樣我這樣一刻啦 如果旁邊都沒轉 直接包起來就會很像一個 尿布一樣把它拱起來 就是什麼都看不到的 對啊 所以說這種東西就是 大家要知道 這個正確的想法 其實應該是在腰圍下面一點點 讓它裸露出一點 比較珠寶的尊貴的感覺 當然不要拖高太高啦 但現在為什麼彩色鑽石 跟豬紅藍寶 是不一樣的 這個大家要知道一下 好 接著一點點 簡單的一個介紹 好 觀念這樣子 那希望你們這些 按讚、訂閱、按讚 好 那當然紅藍寶就不用包了啦 紅藍寶 只是要包箱 包箱的完全就不好看去了 OK 拜拜